作曲 劉淇淇 哎呀妈呀 哎呀呀 咋整论呢突然间变得 小脸这么小 皮肤这么白呢你 哎呀这年轻二十岁这种 啥也不懂 你那里边有美颜 大眼 磨皮 瘦脸 但我没想到啊 能把你美成这样 这简直就是骗的 真是 能不能给脸长得 就再窄点 再嫩点的皮肤 拿倒吧 开刀头的都 这不太好玩了 我说直播间的仪是啥 一个个的 都那么好看的 看你那小脸整的要调 就咱俩在一起直播呀 那简直就是绝带双脚 无缝衔接 最完美的结合 但是直播之前我有几个建议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你说吧 在直播界呀 你得说是元老了哈 就是你看我直播 我平时我也不咋看 就你平时都是 怎么个直播方式呢 那咋 就往这一做 唠唠嗷 唱唱歌 卖卖狗 就我说一句你最不爱听的话 就是你这种直播呢 就是长时间下去吧 就粉丝会感觉到乏味 还有这个视觉疲劳 你得更新你的直播内容 推浸出新粉丝 他才能越来越愿意看咱们 我倒有个想法 啥想法啊 就是啊那首先啊你看啊 首先就是这个直播区域改变一下 哎这个电视不能给他放了 给他利用上 包着墙都在利用上 什么这个辣椒啊 咱们东北的大蒜呢 各种浓浓入都都都都都给呼一枪 这样来的显着接地气贴近生活 真是咱不要整那些富丽堂皇的 而且直播内容 直播中央 我在网上看着就是有有 那么一家人家 天天出去打鱼 完了做饭 放桌子往上一放卡卡就吃 直播间那叫相当火爆了 那太好了 那咱也去哪儿做饭去啊 齐锅烧油啊 咱们咱们做啥饭咱们不给人许啊 咱们得另类 咱们就是说按照故事的形式 说说咱们东北农村的这些 家常里的玩儿农村去去事 但是相当好 你说那玩意容易 上哪儿整他摸个故事去啊 我有啊 你有 我跟你说啊 我有一伙创作团队 天天更新故事相当好 你还有一伙创作团队 对啊 这事我咋不知道呢 你不知道是多了